李宗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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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飛行天下 打個風 哇!個人真的 兩晚沒有做節目 第一晚就有些事 第二晚昨晚打風 也不想人們走來走去 今晚正常 聲音養得差不多 努力點 做一些 我認為我擅長 還有質素的事 取一下水 事實上 現在大陸 在北大河會議之後 未到 二十大 但是你看到很多的事情 很奇怪的出現了 台灣那方面 尤其是大紀元那邊 他們有一個論調 就是 你上 習不下 你一強上 習就是習近平 不會下來 究竟是什麼局面呢 他們所說的就是 現在中國 現在中國的形勢 險峻 無論是外交 或者是一些叫做 內在的經濟原因 兩邊都不討好的時候 只能夠兩條路 一起開始 一個就是管理意識形態 就是說 習近平 他不會下來 但是他掌管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就是繼續做他的國家主席 第二就是做軍委主席 就是手握兵權 而他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在下一屆連任裡面 要確保到能夠統一台灣 這個就是他連任的其中一個條件 而你一強 他就負責搞經濟 想盡辦法 或者說令到中國的經濟走改革開放之路 就是兩條腿走路 一個管政治形態 跟著就統一台灣 沒有說武統 還是和平統一 這個是要做的 所以你就見到近期的洪秀柱 這個婆娘出現 她就會說的一個問題 很簡單 就是她做帶路人 台灣很多軍方的高層已經被收買 只要習近平2027年鎮備一呼 這樣就是武統台灣之時 為什麼是2027年傳出來 因為2027年又到下一屆的連任 事實上習主席在之前說的 傳出來在北京 就是說她連任15年 就是做多三屆 完成大業 那三屆行不行 不知道 之前就說連任兩屆 就是10年 去到2032年 33年這樣說 跟著 現在就說連任多五年 但你的條件就是統一台灣 而大陸人都出現了 而大陸人都出現了 而你一強 就繼續走她的所謂叫做改革開放之路 事實上 你問我 所謂的叫做理想 集不下 我不覺得 會是這樣的 但是有一件事 近期是發生了的 在7月31號之後 跟著北戴河會議 北戴河會議到現在已經開完了超過一個禮拜 已經是10天了 除了在8月16號 李一強 在深圳 而我們習主席 在遼寧的錦州 各自表述 一個就說著 紅桶江山 紅色江山 一個就說著改革開放 在我眼中來看 這個根本上 就是兩大勢力的在這裡交勁 我們看看 習近平這一邊 趙樂際 王滬寧 事實上 由7月31號到現在 我今天做節目之前 兩個人是笑聲力直 就是說到現在 都沒試過有文字或者短片 是出來的 只有習近平這18分鐘 即使說致電慰問 岸田文雄 或者傳他會出席 G20的峰會 全部都是文字稿 而沒有見到 習近平真是出樣 那就令人比較奇怪些 而兩邊都買到正的 還有一個韓正 韓正 只是出過一個鏡頭 即是北大河會議到現在 習主席這一派人 除了習近平出現過一次之後 跟著就見到 韓正一個中間派 他就出現過一次 但是團派 喂 李克強 李克強的團派 李克強出現了三次 三次都是改革開放 最重要的一環 而且是得到人民日報 網上大力的宣傳 除了抖音和騰訊身亡 但是在自己的官媒上高 你還看到這些片段 沒有辦法壓到他下來 而第二個就是汪洋 汪洋的身份當然就是團派 他的年紀還可以留任多屆 事實上 他的影響力並不大 但是在北大河會議之後 他出現了六次 六次都是路仰 雖然不是什麼重要會議 但是你就見到 他走路都有風 而另外一個不得不提的就是 我們的胡春馬 因為當時就是隔代陰點 大陸很喜歡隔代陰點 就是有胡錦濤 他隔代陰點 就是做完十年的習近平 就到兩個人 一個叫孫政才 一個叫胡春華 結果孫政才被習近平打了下來 留回胡春華 其實當日已經說 胡春華是沒有運行的了 事實上在北大河會議之前 其實今年的三四月 你就見到胡春華 不停地跟著習近平主席 即是說習主席去到哪裡都見到他的身影 來到北大河會議二十大之前 胡春華是所有的重要會議都有出席 而更重要的是一些無關 同樣的會議由汪洋 即是說主席的時候 他都邀請胡春華做座上客 那些所謂的重要會議 無論是高薪貨 外資 即是外企 甚至就是農業 在這十天裡面 你見到胡春華是馬不停蹄 那當然你問我三個人有什麼共同點 三個人的共同點 汪洋、胡春華、李一強 他們的共同點只有一個 就是團派 是不是很奇怪 習近平身邊的人 你見到 除了一個叫做中間的韓正之外 其他都沒有了 不要說 至江新軍 一些就是習近平的派系 包括陳敏爾 李鴻忠 李強 甚至北京市委的蔡奇 在這十天裡面 你告訴我們 他們在哪裡 由 7月31號到現在2月25號 你都見到這幫人 好像消聲匿跡一樣 那個訊號是怎麼樣 我不認識 是不是 但是你就見到 兩邊一個不停地水漲船高 尤其是團派 一邊當然就是習主席主要的 未來還有一個多月 二十大就會開 二十大的人事佈局 到今時今日是出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看到 不停傳出習近平會外訪 甚至修補過去戰狼外交 所出現的問題 第一個當然就是G20 如果G20 在印尼開封會的時候 已經是十一月 二十大之後 如果習近平鐵定這樣出席的話 這樣習近平的權力 就是老臣在在 你一次到今時今日 兩邊都有各自宣傳 習近平那種是虛的 就是說是一種宣傳 未落實 但是你看到 李克強 胡春華和汪洋 他們實實在在這樣 現在是走出來 而所有的工作會議 都是掌握在他們手中 過去你很難想像 事實上李克強已經被邊緣化了八年 而胡春華 你說他有什麼力量 甚至汪洋都 過去這五年 就是說四年多 你說他做過什麼 真正拿著權的是 劉鶴 韓正 王滬寧 趙樂際的人 但是 今次 準備變天 大家都明白 打工的心態也好 或者做事的心態也好 既然你還有個多月都不關你的事 為什麼 團派的人在這裡這麼搖眼 全部走出來 不關我的事 準備交棒了 這樣 這個就很奇怪 理想 雜不下 真的值得令人三思 在這裡我覺得很好看 除了美國之外 看中共這些 這樣的事其實相當有趣 我們只不過平靠老百姓 茶餘飯口 吹下水其實都不錯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 like 最喜歡 share 訂閱 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 和平常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其實不單是這件事 動態清零好像走不下去 但是事實上這兩三天又再出現 剛剛好有專家出來說 動態清零不行的病毒並不重要 病毒已經變成了藥流感 不是這麼緊張 這個是大陸的專家出來說 到今天這把聲音沒有打低 但是 你就見到香港 又再說 哎呀可能收緊這個防疫抗疫措施 接著大陸深圳 和北方的地區 只要有一兩個出現 就即時封了 最新的當然就是一條高鐵 高鐵裡面發現了一個病人 由四川一路去西藏 經過七個市 這七個市 全部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辦 會不會封 會不會禁 這個就看到一個高鐵改革開放的大旗 一個就是說動態清零不動搖 就是到今時今日看下去 好像李克強這一派佔先些 但是習主席還是抓住了最主要的命脈 武統台灣 2027已經成為了美國一個獵巫對象 下一節回來跟大家說 拜拜